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晏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5月22号 那么晏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预告以及今天所呈现的一个盘面 好那么预告的加能 那么呈现加速度的上涨是55%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加能第二 那主要的特色就在于说 加能第二的特色就是在于说 速度非常快 一个礼拜三个长虹涨停 七天的时间有55% 当然全新的预告 包括你认为你不看好的大牛骨 红机电脑 我在节目上跟你谈了非常多次 这一个月以来 今天掌停板锁起来了 还有呢5月16号到 5月8号到5月16号 天天帮你做追踪的2464的盟利 今天也拉了三只掌停上来 所以呢相同的逻辑概念 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成功 非常有把握的加能第二 目标是60%以上 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128加电话或者是128加上赖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容老师 那么燕容在昨天跟大家谈到 我说台积电还有一次攻击机会 我也谈到鸿海还有一次攻击机会 昨天跟大家预告的 今天果然一一验证了 那接下来台股这个节奏怎么掌握 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等于多空循环之间 每一次的多方循环是几天 那么几天之后他会开始往下杀 那你在每一次你要怎么样去做选股 这个是今天节目上的一个主轴 就好比在当时 那么燕容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 这个尼德克超众12指涨停了 所罗门也12指涨停了 还有呢宏击电脑 你不相信他会涨的 今天竟然涨停锁起来了 有没有 还有2464的蒙力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最重点的是什么 是方法 如果你方法还没有到位 如果你现在可能加到很多的粉丝团 你发现你自己把自己搞了迷迷糊糊的 或者你加入了一些头顾老师 成绩到你可能不是很满意的 那你也不妨换个地方来看一看 你可以加我的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把他写下来 等下做一个加入 留一个贴图给燕容 那么我的系统就会把一些 关键性的一个提醒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燕容老师就是 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预告跟验证 事前的预告跟事后的验证 就像当时在4月份 我没有拿出成绩单之前 我一定是先跟你预告 包括当时这个 历历在目的亚历 我也跟你预告了 那么当然包括宏图大展 宏义谷 那么我也跟你预告了 全部都预告了 好那亚历呢 70%收割 红树 宏义谷 冬结 都是30%收割 富士达 买个十张赚 110万 这些通通都收割了 4月底 5月初开始 陆陆续续做预告的 上全 从102开始预告 礼拜四 上礼拜四拉到163 9点钟之前 就提醒156到162 做一个收割 那么在这个地方 预告完之后 涨了60% 佳能 你会看到佳能 也是一样 那么5月11的周报 这个是4月20的周报 那节目上天天都在讲 这个上选的部分 佳能是5月11的周报 那么周报的话呢 来不及跟你讲之前 就已经先开涨停板了 好是不是 所以呢 这边包括在佳能的部分 那么 三天三支涨停 七天55% 长荣海域 一个礼拜30% 各位朋友们 你有发现吗 燕荣告诉你的股票 经常在第一个礼拜 就会先拉两支到三支涨停板 所以我今天的佳能第二 你要不要来跟 你自己做决定 好不好 那这个佳能第二的话呢 绝对跟你过去所跟的 还有你在粉丝团 一直帮别人抬轿的 这种做法绝对不一样 佳能第二 它就是要让大家 跟着燕荣 让你体现到 什么叫做做教的尊荣 你真的可以跟我滴滴的买 买完之后呢 它真的会残红 涨停 甚至涨不停 所以今天呢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 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赖ID 就可以跟上燕荣老师的行列 好 如何加赖呢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呢 透过赖ID搜寻 或者是拿起手机 打开赖当中的行动条码来扫描 这个是赖的QR Code 那么扫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留言给燕荣 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赖ID 我们就会有专人来通知你 好那当然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影片频道 我有两个频道 两个频道都要订阅 那么记得在影片上鼓励燕荣 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分享我的赖ID给好朋友们 一起来关注燕荣的关键提醒 同时呢 打开小铃铛哦 好 大盘的部分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节奏变快咯 大盘的涨跌 多空循环之间的节奏变快咯 你要转入低机器 什么叫节奏变快 好 因为今天整个股价 拉上来 这里又0.04了 那这什么意思啊 这一段为什么拉回来 先横向整理 横向横向 遇到利空就往下挡了1000多点 因为A指标数据 拉到前面高点去附近 代表什么 它开始震荡 它开始震荡 所以呢 你会发现 现在的位置等同在哪里 也许在这里 A指标数据非常的接近前高 这里就是这里 所以你会觉得它节奏很快 这节奏很快 你看到这一天两天横向 然后再拉一个长虹 一天两天三天横向往下打 也许现在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那不管是这个地方横向三天 或是这边横向三天 你只要跟对人 一天还是一个涨停板 只要没有大跌 只要没有警讯 什么叫警讯 就是融券的使用率 融券的余额 没有大幅度的出现回补之前 这个盘不会跌 好不好 所以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 急有可能是在这里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里 它的节奏会非常快 因为现在已经0.04了 但是现在不用急 不用急的杀股票 强势的股票还是一天一只涨停板 千万万把这个金鸡毛抬掉 那当然也不要听到这句话 就失去戒心 你要居高思维 那有些股票呢 该调节就要调节 转入低基期 那当然包括 真的获利的机会还是很多 只要燕容说了 你真的要听 我在昨天就告诉你 我每次讲00929 我就请你来索取那档 00929的最标成分股 我说有50% 那你也听我说了 我的股票不发动 所以一发动一定是 一个礼拜先三只涨停 对不对 那请问00929你来索取的吗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 邀请大家来索取 应该四次五次以上了吧 昨天我也再邀请了一次嘛 是不是 那我也说他的A指标数据 就是0.30嘛 0.30是我们的暗号 因为我们要验证 他是真的 真的有这档股票 那请问你有没有来索取 如果没有的话 就太可惜了 因为今天已经拉一个长虹上来了 那我说过了 他不发动 一发动就是两三个长虹 那今天如果你还没有 索取的朋友们 没关系 都没关系 你现在呢 赶快加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然后呢 加进来之后呢 注意哦 你只要留个贴图就可以 当然你如果 如果勤快一点 留个929加2 929加2的话呢 我们会更清楚你的诉求 你可能会优先的得到通知 好再讲一次哦 00929成分股 最标有50%空间的 前面邀请应该四五次以上了 昨天最后一次告诉你 那么他的代号 他的这个 这个A指标数据是0.30以上 那有创新高 马上要发动了 那今天真的发动了 已经涨了一个长红上来 那我的股票一长红 不是只有一个 都是三个 都三个 那这档股票 如果你还没有索取的 请你现在加赖小老鼠小A 写下来 等下记得做加入 你留贴图 我在明天早上七点钟 在我的LINE粉丝团当中 直接告诉你这档股票 它叫什么名字 直接告诉你 当然如果你留言 929加2 你的诉求更加明显 你会优先得到通知 好不好 好 所以重点的部分呢 就谈到这个地方 再来谈台积电 台积电记得我昨天说过吗 我说他还有一次的攻击哦 结果今天有没有攻击 有呢 今天真的攻击了 真的攻击了 那台积电的话呢 呃 事实上 他其实会持续上攻 那如果你还没有买的 想买的 你加赖留一个贴图 你会看到我明天早上的提醒 加赖留贴图 就可以看到明天台积电的提醒 好 那来谈谈 今天很强的宏基电脑 这大牛股 大牛股今天竟然涨停板 哎 竟然涨停板 看到没有 2353的大牛股宏基电脑 一大早就涨停板了 涨停挂进4万多张 有跟你说吗 当然有啊 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我最近一个月跟你预告了多少次 2353的宏基 我讲这个大家可能都在偷偷的嘲笑燕荣啊 这哪有可能会去呢 哪有可能会去呢 那包括今天 非凡商业台主播王燕平 燕婷主播 他在节目上也 也是有跟观众分享说 哇燕荣老师 这个宏基电脑在这个我们非凡商业台 每周二周三周四 早上11点25分到11点40分啊 这一个月啊 几乎每次上节目都在讲这个宏基电脑啊 他当时他说他觉得很纳闷 怎么这么有笃定啊 这么把握天天 每次一讲一上节目就讲宏基电脑 好所以这个都是验证啊 这都是验证 所以呢 这个宏基我觉得应该 才刚开始还没有走完 好那如果你想了解宏基啊 的这个买点的关键价位的 那你有兴趣的 今天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2353加1 好2353加1 那燕荣会跟你分享他下一个买点 还有呢就是这个 哇太棒了 2454的蒙利啊 这个蒙利同样也是 我在非凡商业台 还有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这个广播节目 还有我们这个YT影片啊 从5月8号到5月16号 你把节目找出来看 好一直分享 那两天就一次 两天就一次 最早预告是在48.2 48.2 今天涨天板61.3呢 三成也是三成了 三成了 那这个股票要怎么 怎么看待呢 明年还有机会吗 如果你明年还想要做的话呢 有一个关键价 有一个关键价 那这个关键价你可以 在这边可以来做一个询问 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留言 2464加1 2464加1 那燕荣会来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那当然最重点 你想要赚最多 当然要复制的就是索罗门 尼德克操纵 还有那加能第二 更加的特殊 那主要的逻辑概念啊 你看这个索罗门 我在5月5号周报预告 事实上我在节目当中 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开始预告 那前面也跟你预告 那从后来在这个地方 又再一次预告 那目前已经拉12只涨天板上来了 那周报是在5月5号的周报预告的 所以呢 主要的预告逻辑概念就是 哎你看 A指标数据创高点 均线附近的低点 低位阶 这里也是一样 A指标数据创高 均线每次碰到都会大幅度 往上拉抬一段有没有 就叫你甘丹啊 是不是 给你吃鱼 也把这个钓鱼的工具送给你了 有没有 就这样的逻辑概念 所以你看这个 尼德克操纵也是一样 我们就不赘述了 所以你看 这加能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跟索罗门一样啊 我只要告诉你 要发动的股票 一发动 就是三只涨停 有没有 所以加能就是 我跟你分享完之后 就是三只涨停 然后7天的时间就是55% 就55%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加能第二 加能它本身是光学镜头 是合作集团的股票 那我来分享它的原因 当然它的特色就是 你看到像我的上全 加能还有长荣 上礼拜就是一个礼拜 就拉三只涨停板 所以我今天加能第二 它一发动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三个长虹 三个涨停 这是第一个特色 那接着呢 它用最快的速度 多快 比如说七天 七天就55% 你可能做了很多年 也赚不到55% 但是因为你跟到成功的方法 也许将来这个方法 你把它学起来 那也许这是一个 传世传家的宝典 对不对 所以这是加能最特殊的地方 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呢 加能第二呢 请记得一定要来做一个争取 所以呢 燕老师非常有把握 成功逻辑概念选出来的 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讲究速度 讲究幅度 七天的速度 那么 七天的幅度55% 那这个地方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最后一天分享 就像我们 在分享这个上全第二的时候 三胞胎 我们现在在获利当中 我们也不可能说 明天再让你去追高 所以呢 加能第二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争取 明天十点前没有跟我上车 那后天我总不能叫你去追高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加能第二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你想要自己做的 不要紧 在股票的东西 燕老师今天选到这个 标告 说实在这不遗憾 涨停板 连续涨停 在我们家一点都不稀奇 你想要自己做的 那我可以跟你分享 没有关系 股票目前 这个档数大概1900多档 将近1900档 其实获利的机会很多 我们一起来赚钱 那能够帮助到你 也是我最大的成就 所以欢迎你现在就加赖进来 那么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 留言128加1 你想要自己做的 就留言128加1 那么来做一个索取 那如果你想要让我带你做的 就留言128加上电话 或者是赖ID 好 5月份的大行情起点 上全 佳能 长荣 都是预告 第一时间都是一个礼拜 拉三支涨停 接着后面就涨不停 所以今天佳能第二 一样是这样的节奏感 接着要让你真正的低买 绝对不抬轿 低买 长虹 涨停 涨不停 欢迎现在就加赖小老鼠小A178进来 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赖ID 来跟上燕荣老师佳能第二 低买长虹涨不停的行列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燕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00878 当然今天又拉高了 那到底可以追吗 那到底台股目前有哪些股票 有机会逆势于大盘 甚至涨幅会超过大盘的呢 好00878 00878今天成交量有差不多6万多张 我的看法不变 它是高档震荡 大家也忙着管哦 这里千万千万不要追高 尤其是你想要赚价差的 说坦白啦 这是没什么价差啦 我们说真的 老实说 这个价差真的 除非你一个月能够赚到10% 一个月赚10% 在ETF真的很难得 那我经常缔造这样子 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 你看国泰永续 最近这一次是在4月份 A指标数据回测前低 每次这个现象出现 都是短期内 短期内 就让你拉多少 拉10%以上 如果你不相信 你再来看看这个00929 好不好 每档都如此 00929上一次 上次这里 是不是负0.01 那这里呢 也是负0.01 所以你会发现只要 只要整个指标指数据 刷到前面地点区附近 产生所谓的对称支撑 你看他从18.16 我们以整数18.2来算 18.2拉到21.87 那这一段的话呢 就拉了3块钱 3块钱 你除以18点多 大概是应该有15%以上 15%以上 那其实00929 我昨天就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地方还不要买 我们其实将来要等 这个点 回测这个点 所以你看00919好了 00919 有没有 00919也都一样 也都一样 都是回测到前低 回测到前低的时候 回测到前低的时候 他就会往上攻击一段 所以这个就是彦龙老师 那么独特的这个A指标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是负0.02 然后这里呢 负0.03 有没有 这里你看到数据在这里 负0.03 那这里呢 这里是不是负0.02 有没有 数据回测的 你看20.2 拉到27 天哪不得了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这个价差差不多将近7块 你把它出于整数20块 超过三成啊 你去哪里 买这个ETF 可以在两个月三个月 让你赚三成 是不是 你报错标的可能要报 可能要报四年五年 才有这个30%对不对 那当然我说过 像这种 ETF你看 A指标数据负0.03 负0.04 这里负0.03 有没有 这里负0.03 这里负0.04 这个拉得有点勉强 要是我的话 我会等下一次负0.04 再来 所以其实你看 878也是一样 00878 00878再看一次 有没有 这里是负0.03 那这里是负0.04 还有这里也是负0.03 它在这边足底 所以碰到以后就是10% 所以这是题外话 我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基本上 那么其实 这就是一个逻辑概念 这样叫低点 那这样叫什么 这样叫高点 这怎么会有空间呢 所以你要做这个00878 你要做00919 00929 940 944 939 或946的 其实都是要在这个位阶 这个位阶你就可以多买一点 当然我说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 存股的话是细水长流 每个月我们都要 都要去做这个动作 那么多买少买 一定要让这部机器持续下去 所以高点可以买吗 买少一点 买点少 那留一点资金将来 回撑下来之后 你多买一点 那你说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价位在哪里 你现在只要加赖进来留贴图的 将来像这种点位出现 我都会通知你 我都会通知你 当然讲ETF最重要就是在告诉你 有一档成分股最标的 你就写878加2 它有50%以上 878加2有50%以上 你留言我就跟你分享 你留言我就跟你分享 那再强调一次 929最标股 我其实从当时跟你预告到现在 大概已经讲了差不多有 至少邀请5次以上了 我说有50% 今天发动了 那它是 A指标数据有0.3 这是昨天的字卡 有0.3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将来验证给你看 这个你都看得到 那今天真的发动了 今天真的发动了 但是你也知道 我的股票一发动 就是连续三个藏红 对不对 所以明天还有机会 那如果你00929 还没有索取的 那没有关系 你现在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留个贴图 明天7点钟 你就看到这档股票了 那如果你想要更快点 得到通知的 你就留929加2 那我们就更清楚你的诉求 一定要记得在今天来索取 不然这档股票 尽量就跑掉 好不好 好我想 红海的部分 红海的话 我昨天就告诉你了 我说它跟台积电一样 会再拉一段 我如果没有看错 它应该是在昨天 跟今天是一个低点区 是一个低点区 那因为这个有量嘛 没有关系 你要做 我直接带你做 你就加赖进来留电话 2317留电话 我请专人通知你 来带你来操作这个红海 好红准的部分 一样是有成功形态 好那题材性也够 那这边其实如果说 它昨天长红之后 回撤到低位街 也是机会 那这个价位你想了解的 也可以加赖留言 2354加1 好那另外就是这个达星材 5234的达星材 它是台湾最大面板 相关化学品的供应商 那今天你看这个面板 群创有达 哇群创有达 我们来看看电脑图 这做蓝地的 3481的这个 这叫群创嘛 哇你看今天竟然拉到 差一点点涨停板 还有有达 有达稍微弱一点点 19块 大概有超过大概 应该有6%左右 大概6%左右 其实面板股 它的产业景气 大概2年到3年一个循环 如果你每一次掌握到整个循环的股底 你股价要获利一倍 其实也是有机会 也是有机会 那当然我今天不是告诉你去买 友达或者是买群创 主要的要跟大家谈到的 你看它从110年的4月到现在 股价真的跌了三年了 那再搭配整个景气的循环 你看看 它目前大尺寸的面板 有在做调涨的动作吗 整个各种尺寸的面板 它其实慢慢去化这个库存之后 都慢慢有在 或者说需求增加 有些极单 整个这个售价都有在做调升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可以关注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 就是这个面板的材料 就是5234的达兴材 相关的这个材料供应商 化学品的供应商 因为它本身有成功形态 那我最近在这里带会员买153 154附近 在这一天170 169有做一个收割 那最近如果跌下来 我都是买转折了 买要发动之前 要发动之前你有兴趣的 你来跟我做 那想要跟我一起做的 可以留言5234加1 好加币期 加币期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加赖留贴图 这个早就已经在赖里面公告了 节目当中也有讲 所以如果你在赖里面看到我的股票 又看到我在节目里面有讲 你会不会比较有把握呢 GB200的供应链嘛 去年每股盈余有5.2元嘛 好那我再提醒一次 你加赖一定要留贴图 才看得到 你不要说老师我都没看到 你要加赖留贴图才看得到 好你看K线创高嘛 指标值创高嘛 那现在整个位阶上守住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6197的加币期 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也是有机会的 好那加币期 6197 5234的达兴材 2354红准 2317的红海 不好意思这不是明白哦 如果自己操作请致富盈亏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操作的 你可以股名代号写下来 然后留下电话给我 或者你要自己做没关系 你就留言代号加1 我直接告诉你关键价位 好不好 好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最重点是什么 上权第二 上权第二 那上权本尊102预告 来到163当天 9点钟之前提醒156到162卖掉 那么最高有机会卖到162 今天起庭办 今天起庭办 多少150啊 你觉得这样 要怎么办呢 那我也无话可说 因为这个股票跨能者嘛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 今天拉上来 整个位阶上来 还是还没有到我们卖价嘛 那当然主要就是 我现在也没有做上权了啦 那主要让你资金无价器 因为转到上权第二嘛 三胞胎已经获利当中 已经又多赚了很多上来了 那今天重点不是在于 这个上权第二 重点在于这个佳能第二 佳能第二我现在邀请你 那么三天三支涨停 七天55% 就是这样的速度跟节奏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明天十点钟之前要上车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拿 没有来做索取 明天我上车以后 我后天总不能带你 又来买佳能第二嘛 就像上权第二一样啊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你一定要来做一个争取 好不好 错过了上权 佳能 长荣 三天 一周三支涨停 那么后面涨不停的 这个标的的股票的朋友们 佳能第二 就是这个节奏 那么在这边一定是低买 长虹涨停 涨不停 欢迎现在大家加赖进来留言 128加电话 或者是128加上赖ID 那么来跟上 彦荣老师的行列哦 欢迎加赖进来留贴图 小老鼠小A178 留贴图跟我做互动 那么系统就会把一些 关键的提醒传给你 那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订阅影片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顺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进行评讯入比 Shh 他его看着 142 6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